一枝川环战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 现场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 收听就在我们的中文电台上 收听就在我们声电视的YouTube频道上 经过一轮的调试 我们来了新的办公室 新的直播室 现在就呼吁我们正常的视频直播 在今天的时事观察集结号里面 我们都讲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上个礼拜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政策法 虽然只是在立法的第一阶段 但是因为在国会里面反对的声音就相当微弱 所以一般估计这个法通过的机会也很大 而总统拜登刚刚在周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又重复说会出兵 不要说是出兵 他说会保卫台湾 军事保卫台湾 整个形势是不是很严峻呢 我们今天请来三藩市高等法院的退休法官 邓孟斯法官 每个月都来我们节目一次的 邓法官你好 早晨 早晨梁总 早晨各位观众 还有在电台的听众 很多谢你们收看这个节目 讲到法我们又要请教法官 这个台湾政策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法 你自己怎么看呢 这个台湾政策法 我听说是用了两年的精心策划的来写出的 而且也都有各个蔡政府的参与的 它本来是有两个主题的 第一个就是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第二个主题就完全将美国和台湾在政治 经济和军队那方面差不多融合在一起的了 第一个主题就被白宫推低了 因为太过火了 太过危险了 现在美国没有准备 也没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和中国打仗 所以他们不敢触碰这个最底最底的红线 但是有关这个将军队 完全融合在台湾的军队方面 这个政策是做得非常流利的 我就觉得梁总理上个礼拜四都说过 说差不多好像将台湾变成一个殖民地 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 因为它那三方面在经济 我们上次也说过台积电 现在被它一分一分的开始拿走 台积电是台湾的国宝来的 是它主要的最大的经济的运作 又被台湾带来很多的钱 现在都已经开始被美国虎视一口一口一口开始吃了 要搬来美国 因为整间要搬来 已经搬了两个厂了 第一个厂是不成功 但是现在又要开第二个厂 可能要继续拿它的科技 知道它有怎样来的运作 而我知道台积电的老板 不可以抵抗美国的大的势力 而且它没有这个蔡政府的支持 它会躺平的 第二件事就是军事力量 你看它的军事力量 说得很厉害 每一个部门 军事 每一个操作都是由美国操作的 由五个大楼操作 就是好像如果美国的五个大楼不点头 台湾也不敢做的 而且它又将全国军事的方向转了 我最近听到一个前台湾的军官说了一件事 使我真是震惊 它说现在美国要将台湾变成一个战猪 就是战猪的猪是一身刺的 它将台湾变成一个刺 将这个变成一个美国和台湾一起的战略 这个战猪是怎样造成的呢 很有趣的 因为它一向照台湾的军事的军官 它就说一向台湾的军略就是这样的 有个战争在南海里打仗 就看看哪个姓 如果一旦中国赢了在台海里打仗 中国登陆台湾呢 台湾就会投降的了 因为它不想人民太死伤了 你已经在海里赢了 陆地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呢 它就说我们会投降的 这是一向照顾台湾的军员这么说 它现在美国就改变了这个军 这个战略就是战略就是做一个叫做 Poccupine strategy 就是战猪的战略 就是说将那些在这个战 迫中国在陆上打 一样好像在 在乌克兰苏联的战争一样 用一些坦克车 还有 hand to hand combat 即是欲国战争 是的 尽量使得最多的死伤 在双方面 那双方面的死伤 多数当然是台湾人死伤 是不是 他们在陆地打你 那就是使得人民更加仇恨中国 使得台湾变成一个战猪 中国无法统治台湾 双方的极大杀伤 长远地使得中国就算拿了台湾 都没有办法来统治这个战猪 所以这个战略就是台湾政策法 最新鲜的接纳的 非常毒的 你看看现在的代理在乌克兰 你已经看到了 现在哪个人死了 不是美国人死了 美国一个人都没有死过 除了那些代用兵 很多代用兵都有死了 但是真正的美国兵士兵 没有一个死过 美国人也没有一个伤过 我们只是看的 一旦就写印银纸给他 让乌克兰送武器给他 until the last Ukraine standing 就是他这样说的战略 战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战到最后一个人类 台湾也是这样的策略 所以他要接管台湾的防务 他不是接管的意思不是派军队去 而是接管你的决策 你的决策权 战略在美国那里 那是很轻松的 他真的不用派兵去 但是又控制你整个军队 来为他的战略来服务 而且他现在还容许 一向台湾都很紧张他们的军事 政府那些人员的国籍 他们只是给台湾国籍的人 是可以做些工的 这个政策法就容许 美国人可以得到 可以在台湾的政界那里 可以做工 直接拿新水做工 尤其是在军队那方面 一方面就拿台湾的新水 一方面就控制你的战略 这个战略想得非常精透 我唯一一个话题是 为什么台湾会接受呢 怎么会做奴才呢 那个时候 中国那时候老讯说过 他说我在清朝时代出生 一出生我就是奴才了 后来孙中山先生 改了做中华民国之后 我是做主子了 现在就是我们美国人是做主子 两种我们做主子 台湾是奴才 这个政策的后果就是会这样的了 真是没办法想象得到 那台湾会接受 由美国官方派人员 去到台湾各个政府部门那里 他是任职 但是来到当然不会做掃地那个 肯定是做一些 能够有相当高的位置可以在那里 以台湾目前的状况 如果说美国派一个人员去 进驻某一个部门 那你肯定是给他最高的尊重在那里 他说什么就什么 以前我想起香港 香港殖民地时期所有的高官 所有部门的首长 全部都是英国人 这个情况可能又回来了 这个法案的推出 虽然说经过两年很多不同的部分的人会参与 但是推出这两位主要推出这个法案的 美国国会议员 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推出这两位赞助人 就叫做Menandes和Graham 他们两个都是老臣子 梁总 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国会是无尽期的 他们可以做一世 阿普老师38年 是不是吗 现在这两个都是做了很多年的老臣子 他们这两年的时间 我相信跟台湾有很多商量的了 这些商量都是金主在后面推动的 这次这两位议员 是刚刚在台湾回来 4月14日的时候 他们在台湾见过蔡政府 就跟他们商量了很多有关于波音这个飞机 买飞机 你记不记得最近波音是中国否决了四十多架飞机 不买他的飞机 被法国乘了热战队 那他们波音不可以破产的 你知道波音是美国第一的飞机制造商 美国不可以让他破产的 那去哪里取钱呢 现在又是去台湾拿钱 去台湾就说 台湾就买了24架波音的飞机 这些波音的大金主 真是有钱使得很拖磨 我想大家听一听 这些波音给多少钱 这些政客 我那天提查过 在一个open secret 网上我看到的 2021年 波音给政客的游说费用 1345万 OK 1345万 千几万 用来捐款 2020年的政客的费用 到现在为止 就是597万 这些是被游说 游说 游说 而直接捐款 直接捐款 给那些政客的 三百三十八万 这些钱 我们这些小市民 怎样跟他们相对呢 最近的人打电话给我 拿钱 拿一千元 二千元 我也觉得很 哇 这么厉害 我现在拿了一份退休金 问我 一起就说要拿二千元 我也很明白的 我也有给他们钱的 因为那些是本地的选择 我都有限量 我也不是这么多钱可以给的 但是这些波音 那些钱用到大金主 来推动这两个赞助人 帮他们拿回那些飞机 那些买机票 买飞机那些生意 是的 是的 就答应台湾我们做这个法律 6月17日 他4月14日在台湾 6月17日 就开始正式推动这个 台湾政策法 那这些是不是巧合呢 这些我们是的 根本是美国的民主政策 我们很正常 我想这些大家要观众自己想一下 美国大企业真是厉害 听邓法官这么说 今一年都没埋伏 已经花了900万以上的钱 就是做政治游说的 你说我们小市民 所谓民主 我们有机康会的议员 听我们说 是吧 我们去哪里找900多万 一世人都没找到900多万 没办法和他竞争 是的 没办法和他竞争 所以那个飞机 台湾都还做得有趣 议员开口就是说 这个 买24架 华航通过 我看报导说 买够26 送多两架 还送多两架 好 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稍微一会儿 回来 继续讲讲 台湾政策法 是吗 时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岛中文电台 你不正收听的是 AM1400 星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妈 今年从阳市百灵园 百恩园又有活动了 是吗 十二一号和二号 在细密提侯百灵园 十二一号 在细围百恩园 有师傅会重荆祈福 悼念先人 覆察子孙 百灵园还有参加个免费午餐 武师表演 和风筝活动 百灵园和百恩园的福地 环境优美 背山面海 风水又好 我们一起去参加 活动期间 购买福地有大优惠 三番市 欧伦 南湾 有五十名免费巴士接送 电话1888-691-9026 1888-691-9026 华美公司经营麻雀机二十多年 服务湾区 以否各款名牌多功能麻雀机 适合不同需要 全机补修一年 主件两年 专人负责终身维修服务 电话和微信号 415-613-7851 415-613-7851 你和家人准备好应急计划 你可以提前规划两种逃生路线 准备好应急箱 让全家人加入演习 请浏览safetyactioncenter.pge.com 学习如何制定应急计划 如果不幸运发生了车祸 立即打给你的律师咨询 以保障你的权益 服务超过37年 厚比最好的华明星律师 有专业美籍律师 经验丰富 专征、车和、贡商、移民、刑事 以及有关法律上的问题 我是华明星律师 我们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我是Tammy 如果你发生车祸 或者法律上有任何问题 请打我们24小时的二线电话 415-968-1277 华明星律师 415-968-1277 妈,这里就是百灵园了 这里环境山清水秀 背山面海 真是善人安息的风水暴地 还可以保佑子孙事事顺利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买福地 贵不贵呢? 从阳节期间 百灵园、百恩园、百长园 有特别优惠 预购福地及货品均有折购优惠 还有分期付款、利息回赠计划 及其他特别优惠以供选择 查询电话1888-691-9026 1888-691-9026 感谢听众支持 现推出特为价58元加税 所有地区均可享有为 一年365天 全日24小时 分分秒秒 陪伴你同志亲的长者 机会保佑卡 可参加金幅大抽奖 密室良机 欢迎前往VIP Express以下地点购买 南三藩市320号Corey Way 三藩市2216号Irving街 Mill Peters 376号Barberlane 依附海港酒家5575号VIP Express 依附洪化超级市场7100号Footridge Road 一枝穿环战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 好了我们回来 今天集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我们就请来邓孟司法官 跟我们讲讲这个台湾政策法 这个法呢就 有一样我都不是很想得通的 或者要请邓法官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美国国会立的法 应该美国国会 应该只是约束管到美国国内的事 管到美国的部门 管到美国国内的生活秩序 但是为什么可以管到台湾呢 要台湾这样配合 我又配合把军队也好 政府的职位也好 全部各方面包括经济 都接受美国的支配 为什么美国可以立一个这样的法 去支配另一个地方的行政事务呢 首先这个台湾政策法还未通过 它是要等一月二十多日之前一定要通过 如果不通过就不通过了 现在只是那个议会 就是美国的国会有两部分的 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 参议院就是有一个小组 就是通过了这个小组 这个小组就是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你讲得很对梁总 就是和外交的国策 应该是白宫的工作来的 而且为这件事白宫都很不开心的 其实拜登都表示很多不满的 因为你不可以这个国会 随便就可以把台湾变成一个国家的 是不是 而且他们那时的政策法是想这样做的 那你这些说出呢 就是美国很多的政治方面都很含糊的 就是差不多好像 你做得到你就去做了 就是看看你将来你的效果是怎样的 看看人民的反应 或者最高等的法院下来 可不可以定下来 或者是当你是unconstitutional 就是不合选法的 那现在拜登是很耐弱的 其实他真的是被推动的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总统 这个领袖 其实我们的国运不太好 但是当时又没有什么选择 难道是选特朗普呢 是不是更加坏 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哪个坏了 所以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好 而且拜登最近又在说自己 可以是保护台湾 OK 其实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去这样做的 这是国会的权力来的 是国会要两个议院 有三分之二的票数 才可以通过去宣战 除非美国的领土 属于美国领土被人侵袖 整统就可以去宣战 还有如果总统 派军队不是宣战 是派军队出去 他只是可以有60天的限制 过了60天之后 国会就要 可不可以准备他再继续这样 还有不要忘记 派钱出去 是国会的领土 所以两方面 现在很含糊 这三个美国的三角形 一个立法 司法和行政 这三角形的系统 变得非常含糊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慢慢 要一步步了解 我还想说一说 这个台湾政策法 我忘记了说一件事 也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它原本的南本 就是说 将台湾变成一个 非北约的联盟 如果它变成非北约的联盟 它就很扩大 就是它军事方面的共处 但是后来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而那些非北约的联盟 一定要是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问题 白宫是非常反对的 白宫也都推翻了 现在它就改了 叫做我们将处理台湾 好像当它是非北约联盟 这些字眼 就是说 好像差不多是满天过河 就是一样是处理 但是我们是 承认它不是一个 正式的非北约联盟 但是我们将它处理的方法 是当它是 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当时的票数是17至5 当时有几个反对的人 反对台湾政策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们的为什么反对 第一个就是马克里 在马克里 在马克里 如果你们的读者 在马克里住 你们应该去寫封信给它 继续鼓励它 叫它继续在大会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因为这只是小组 小组决定了 还要去大大的参议会 投票 叫它继续反对 它的意思就是 它很关心改变了 现在的一中的法律 它就希望在某些地方 可以继续跟这两个贊助的人 继续联络 希望他们改变 另一个反对就是 Ron Paul 在凯特克的共和党 他说 这个将一个长期以来的 一中政策逆转 后果不堪 这个Ron Paul 其实一直都是反对的 OK 他说你们都不知道 那些后果是怎么样 另一个反对 叫Brian Schwartz 他是Democrats 他说 我们美国得到什么呢 这个这样的条约 将台湾变成一个国家 这些是挑拨 OK 而且我们美国人得到什么益处 他说得很对的 我们美国人真的没有得到益处 还有这个就是Romley 他是麻省的一个参议院 对不起 参议院 他是前总统候选人 如果大家都记得 他直接说得很明 他说这就是挑拨中国 和用好战的方式来推行这个政策 会令中国更早统一 但是他终于都是赞成了这个票 我只是引用他的说话 他说 因为他说 他预言 这个法律不会成法律的 不会可能成法律的 他用这个理由来赞成 就是让他推动他出去 让大家一起 就是 vote it down OK 这个 所以 成不成功呢 其实现在的人 都是 我想成功的 成数 会是多些的 但是 会推翻 也都有 因为白宫是 真的很担心 因为白宫 现在知道 由五角大楼那里 也都觉得 现在不是时间 跟中国打仗的 现在两年的时间 都不可以打仗 对不起 三四 没问题 但是 美国呢 一直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 我们政府很好战 就是 什么问题都好 就是用武力解决 用军事力量来解决 今次台湾政策法 其中一部分 就是说要充实台湾的武器 准备 那个库存 于是可能 就会 他预计 有几十亿 就是 这样 将那些美国的武器 不知道是不是就过时 那些 总之就是 那些弹药 就要放在台湾那里 那里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会这么想战争呢 这个战争呢 是 我们美国的历史 是我们的根源 是我们的根底 就是 就是 正正中国呢 就是 真是和平了 中国七十多年都没有真正打过仗 最后的战争是七几年的手 去越南打了两个月 就说 啊 赢了 那越南又说他赢了 那就结束了 一直都没有打仗 OK 我不理睬了 这些政策 是继续推动反华的政策 你9月18日就是刚刚上个礼拜日 在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正是答复你的问题 说 为什么现在还在这样推动这些军事的行动 明知我们的仓库都已经清仓了差不多 因为乌克兰的战争 给了很多乌克兰 是的 两年之内 美国不可能和中国作战 这是美国五角大楼所说的 因为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使用尽了美国武器的仓库 搞定如果又加了一个台湾 又要给武器台湾 根本就没有可能 所以那些人是这样 慢地说给武器台湾 真的能不能给到实 真的不知道 而且最近有一个主持 Appropriation Committee 就是发展出来的Committee 那个主任 那个Chairman 他说 他说要给六十五亿 六十五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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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台湾 他说这个数目不是一个现实的数目 二千五百万就差不多了 二千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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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不多了 他说 六十亿就没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 你看到中国不是这么激动 对这些东西 所以中国都知道有计算 还有这个文章 有一样东西使得我 我都很惊讶 他说原来美国第一个星期 在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用尽了三分一的反坦克车的导弹 已经用完了 三分一的用了 现在还有三分二 三点二 OK 但是一个星期用了三分一的 三分一的 很厉害的 是的 接着还给了很多 是的 现在还说要用 台湾陆战 用多少导弹才是足够 那些导弹 不只是导弹 炮弹 弹药 全部都是用AI 就是用那些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武器 非常贵的 现在五个大楼做过六个七个战争的游戏 这些战争的游戏就是看谁打赢的 个个都是美国输的 只一个是美国赢的 而美国赢的那个战是极大的 龐大的代价来赢回来的 消失至少两架航空母艦 消失了700至900个战机 是用最大的 消耗最大的金钱 武器来赢得一个战争 所以美国现在 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和中国打仗 所以你不要说白宫 很爱中国或者什么 白宫很清楚 非常清楚这个战争 现在我们打不到中国 赢不到的 还有为什么那些人说 不是美国很厉害的 我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赢得这么漂亮 打低了日本 打低了德国 全世界的强国 为什么不可以打得 其实你们忘记了 那时候美国是一个全世界的出产大国 在工业那里 全部制造的武器 出产的力量非常之强 现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比起北京 有一个经济的学家 就说 北京比起美国的出产力 和人力 是三比一的 现在 所以 白宫很清楚 所以这个 拜登在乱说话 又说 我们现在要保护台湾 第四次说 好像 哇 他完全是继续推动反华的政策 他这么说 还有 好像 你说 你知道 如果被战的时候 你真的说到自己冲到很大的 是吧 他现在好像打肿面 冲肥佬 是这样 还有现在 那些美国人都不相信拜登说话 好 对不起 我是选了拜登的 我也是 要坦白 我是选他 我当时 我希望他做得好 我也是支持他的 但是 现在人民 以前投票他那些 都对他开始的信望非常之低 所以他就想极力 说到自己好像很强硬 很壮 很威猛 很威猛 那就比台湾的力量 消耗到尽的了 政治 军队 金钱方面 消耗到尽的了 就是躺平起来 那现在就是这个台湾政策法 策划的背景 嗯 我知道 邓法官就成立了一个团体 就是争取和平的 叫做重返和平 那你们面对这个 就是白宫 和一些 一些美国的 一些人士 政界财金集团 在这里 要鼓吹战争的时候 那你们的团体 怎样应对呢 我们这团体自从2020年开始的时候 已经一直都开始是应对的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不是说一时两日的 那我们今年已经做了两次 是推举这个上海公约 这个台湾政策 会彻底底地 改变了这个上海公约的 三个最重要的条约 第一就是 一中一个中国 是美国承认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第三就是如果台湾海峡有问题 由中国人自己决定 这个白宫的总统和中国当时的邓小平 已经签了约 1979年时候 但是国会一直是对立和白宫 当时就立刻搞了一个叫做 台湾关系法 当时的台湾关系法也是很低调的 就是说如果台湾和中国有打仗 就可以供一些武器给他 而这些武器是规定是低级的武器 不可以是高级 超级的武器 现在这个台湾政策法 就是把这个上海公约完全推翻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知道 上海公约是危危苦的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东岸、华盛顿和三藩市 一起有一个游行 高举上海公约的旗 我们在三藩市做了两次 一个是在日本房 一个是在市中心 华盛顿是在华府举行的 最近我们知道台湾政策法 在参议院的小组通过之后 我们已经开始籌备了 我们现在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预备 我们就叫美国的200个和平团体 都签的 都赞助的 接着我们把这封信 变成一个请愿书 有些人也想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请愿书 我们暂时可能只是在美国的请愿书 因为这些是美国的国会问题 我们现在的信已经草稿了 昨晚我们也开了一个会 而且这封信都会寄给所有的议员 我们也希望尽量 你们在全国不同地方的省住 如果你们跟哪些议员有亲密的关系 你可以拿着我们这份书 希望叫他们不要支持这个条约 我们也会尽量见范士丹 普洛西我们就没办法见到他了 因为可能要利用传媒的示威 说话让他看到的新闻 今天有一个大型摇摆落的音乐会 我们无孔不入 有时候我们进入了三千份海报 Sean 你可不可以登那两个海报 我寄给你那两个海报 我寄了给你看 我们就印了一份 印了三千份 请我们同事把那个打出来 可以吗? 我寄给你那两个海报 那两个海报是叫台湾 不要参与台湾的 因为这个摇摆落就是Roger Waters 就是Pink Floyd Pink Floyd 大家都听过很出名 Roger Waters脱离了Pink Floyd之后 他就变得很促进和平 变成了一个和平分子 那他就现在到处去做摇摆落 就是唱一些歌就是呼吁和平 又唱一些旧歌的人都很喜欢听的 每一次都售出的 而且那些人去参加 看的人多数都是白的男人 是19岁到40岁的 那些年纪的 就是年轻一点 是年轻一点的人去听他的摇摆落 那今晚就有一个摇摆落在沙迦 我们一团人就去派那些传单 亦都要得到Roger Waters的准許 他不是随便被人派传单 我们已经跟他全部联络了 还有两个在三藩市的演出 当时我们也会在那里派那些传单 但是这些是我们短暂的计算 长期来说 我们就会继续联络 全美国的联络华人的团体 和和平的组织 来反对台湾的政策 还有不限于或者将来会有一个大的游行 还有做很多教育 在网上 亦都不限于我们在报纸上 好像在《New York Times》上 买一篇的广告 或者 但是我又不想给那么多钱 那些主流报纸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自己 大家要研究一下 是的 还有我们一方面 联络有些 有些 他们有些成功的企业商 希望他们帮助我们 我们也有些金主 我希望 但是这些金主 善良的金主 是推动和平的 非常和平的 也不能说他们是金主 因为他们的钱 也不能给上波音的钱 是的 而我们就尽量补充 用我们的志愿人士来补充 希望大家 發起 还有多谢梁总理 给我这个机会 上来你的电台 说关于和平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是华人的 美国的华人 一打仗 第一个 受害的 就是美国华人 想也不要想 你们想也不要想 现在就算是有些吹风 就已经开始 华人被人打了 被人杀了 被人抢劫 歧视了 将来蔓延到那些方法 我都不敢想 我真的不敢想 有些人说集中营 有些人说扣脚链 有些人说凍结我们的财产 有些人说监视 有些人要报道 我都不敢说 不知道 不敢想 因为这些现象 我只是唯一 我有信心地说 就是华人一定有受在让 不用问 一定有受在让 所以现在是时候 现在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 唯一的保护方法就是 反对这些这样的 战争的战略 不正确的战略 不道德的战略 而希望 今年选出多些人 我们可以游说一下他们 我们一定要由政治来参政 在那里改变 另外一方面改变 就是草根的人民 我们的力量就是草根 但是草根也不要小看它 都是有我们一份的力量 所以尽量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去我们的 Peacepivot.org 那里 现在我们的 请愿书还没有上网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 继续 正在修改 正在修改 邓法官和郭来人法官 将有一个 华盛顿 华府的约会 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约会 是在10月11日至10月14日的 因为2020年的时候 我们在华埔 举行了一个全美国当时最大的游行会 反歧视 救援商 和抗疫的横幅 原来那时候 我们首都 华府的首都 的北物馆 国家的北物馆 已经盯着 看着我们的进行 跟着 就跟我们商量 希望拿到我们的横幅 来 在他那个北物馆那里 陈列 教育一些人 让人知道 华人的坚决 坚决的反歧视 坚决的心 决心 决心 以及我们的情景 他很好的 这个管长 Anthea Hartig 这个管长非常好 因为他以前在三藩市 做了很多年 是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的主任 所以是关系关系 他们就拿了我们的横幅 由9月29日 一年六个月的展览 那我们应该去见证 我们应该做一个团去见证 以及支持这个横幅 我们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这个民警假期的主办旅游 梁总 如果我不说这些问题 国法官就骂死我了 我一定要说我们慰安府 在这个星期六 有一个第五年的慶祝会 慶祝我们树立了慰安府的帐 纪念同将 是的 纪念同将 是的 我们今年又邀请了一个 本土印第安人的法官 他也是退休的了 出来说印第安人的遭遇 和他们的妇女的遭遇 和他们的妇女的遭遇 那些问题 那就请了他们来演讲 我们有唱歌 唱歌 音乐 希望你在湾区的人 参加我们去圣马里广场 24日星期六 1点钟 希望大家参加 OK 现在还有很少时间 所以我就有两个广告 第一希望大家 看看可不可以 你们有时间参加我们 华盛顿这个旅游四日之旅 如果你们不用住在湾区 你们去哪里 美国哪里 全美国都可以去参加 你们都可以去参加 是的 第一晚他们有专车接送 第一晚我们一起吃餐饭 我和国法官都和你们大家 讲一下有关这些问题 第二天 你们就自己去 游华盛顿 那天我不参加 因为我有些有意要做 第三天我就会和你们一起 在华盛顿有一个小小的非官式的展彩仪式 有些管长和副管长都会来参加 第四天你们看红猫 这个希望你们参加 第二天就是希望你们参加 礼拜六的慧安府 第五周年的纪念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慧安府 再说一次 礼拜六的纪念中在圣马里广场 1点钟 1点钟 是的 梁总 还有一个给我说 26日 星期一 我们有一个团体 在日本的领事馆面前 示威 大示威 反对这个国葬 安培 安培的国葬 是的 我们要说出安培在生的时候 那些坏事情 虽然他现在死亡 我们大家都不想他这样死 也对他的家人是有哀悼的 但是要见事说事 OK 实事求事 他生前做出来的害处 我们都要说 而且他可不可以值得一个国葬 国葬是不值得的 是几点吗 你们是几点吗 是的 是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 三万市的日本领事馆 是的 很多事 真的做很多事 好 多谢邓法官 也希望你推动的事业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多谢大家的收听和收听 多谢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 今天从阳至白灵园 白灵园又有活动了 是吗 十二一号和二号 在Sematel白灵园 十二一号在希回白灵园 有师傅会众敬其福 多谢大家